记者卢威,台北报导王力宏16日在马来西亚开唱,阔别4年半,他平 平高呼想念马来西亚,最后安可环节还拿住吉他下台近距离和歌迷互动 吉隆坡全年盛夏,昨晚开唱高达涉事37度,王力宏说,昨天37度,我和粉丝们一起留 了一身汗,所以感觉很热情,在台上也开玩笑说,昨天是像洗澡一样,全身湿透了 王力宏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演唱会 图,红声音乐王力宏笑称洗了澡,全场3万粉丝嘴甜搭枪,二哥,我们要跟你一起洗澡,好笑的是,高温加上泰卖力演出 让王力宏口袋中的感谢名单,一拉出来纸都已经烂了 《龙的传人》2006时是王力宏筹备将近三年的全新巡回演唱会主题 16日在吉隆坡莫迪卡体育场施塔迪厄姆梅迪卡登场 配合外太空主题的音乐剧,开场时从太空舱走出来,连续带来盖世英雄,公转自转,爱你等于爱自己等改编的经典歌曲,接住坐在 当琴前,唱出多首动人情歌,他甚至不避讳地谈到家庭,透露歌曲《亲爱的》是当时写给两个女儿的,疼爱子女的幸福父亲模样一展无遗 王力宏晒出健壮肌肉,下台和粉丝握手互动 图,红声音乐健身有成的王力宏在前天的签票会上,被热情的大马粉丝喊脱掉,当时王力宏笑说,要看大家的热情 没想到他说到做到,锁在大马演唱会上穿着吊嘎,露出健壮的双臂 也因为高温,衣服湿透隐约透出坚实的胸膛,面对粉丝触碰来者不惧 而他为了演唱会健身,流氧运动一年多,练就钢铁人身材,锁在37度高温下,唱跳三小时,仍维持体力 在安可环节,王力宏拿住吉他走下舞台,开放让粉丝即兴点歌,并演唱多首经典歌曲如狐狸亚 爱错,一首简单的歌等,最终在唱完落叶归根吉隆的传人后,三小时的演唱会圆满结束 王力宏在37度高温下开唱,笑称洗了次澡,图,红声音乐